新北市林姓男子自称正行医生,月入数十万元,却在邮局做出鹿鸟打手枪的荒唐行径,被遗送法办仍识口否认犯罪,但因为证据确凿,为新北检方依法起诉。 新北地院日前一公然为谢罪判他拘密20日,得一颗罚金二万元,可上诉。 林南到案后否认犯行,公称自己没有鹿鸟打手枪,并表示自己是月入数十万的正行医生。 检警调查,林南鹿鸟行为全被民众拍下,证据确凿,其也没有一时执照,新北地院日前一公然为谢罪判他拘密20日,得一颗罚金二万元,可上诉。 新北市林姓男子自称正行医生,月入数十万元,却在邮局做出鹿鸟打手枪的荒唐行径,新北地院日前一公然为谢罪判他拘密20日。 是一图English分享。